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咱们稍微来点这个五花肉 然后把这些切好的这些猪蹄什么的 给它倒到锅中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料酒 接下来咱们再切点这个葱蒜 还是老手艺传统老节目 水温温开后咱们把浮沫里打一下 一切准备就绪啊 咱们简单炒个糖色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然后来上七七四十五滴冰糖 糖色已经达到这个枣红色的这个状态了 先个小泡后是大泡 然后大泡变小泡 OK 然后把葱姜给它下倒锅中了 然后再来点这个黄豆酱 简单煸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来点生抽 然后来点香气酱搞里头 然后稍微来点水 与此同时啊 咱们加点这个姜豆腐啊 就超级完美了 OK 接下来 高压锅冻炒 把焯好的猪蹄啊 给它下到锅中 这锅确实是大啊 五个猪蹄啊 这连锅底都没垫满 底料下到锅中 八角桂皮香叶 白纸草果肉扣 少一点碧波凉浆 给它炒一炒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来点老抽啊 调一下颜色 然后稍微来点盐 蚝油 咱们小火啊 给它炖上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以后啊 咱们把这个五花 给它放到锅中 盖个儿 再给它煮上半个小时 今天这个猪蹄炖的是 非常之稀烂火 极其烂火 过 稍微淋点这个汤汁 好了好了大家好 好像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啊 耶耶耶耶 先来一口这个五花吧 果然很过瘾啊 这个奏型啊 都有时候有点这个 泵肉的感觉了 哇 现在来上一小块儿 我拿出来 就像我一样 一点 就像我一样 有点 有点 太薄 很脆 很脆 对 很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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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接下来看一个猪蹄 到了什么程度啊 这小骨头啊 直接一揪啊 下来啦 非常之 乱多Q它 哇 这个猪蹄啊 我都不敢拿手拿 你知道吗 这就 它太脆弱了 你知道吗 一揪它这个骨头就挤了 哇 天啊 超级满足啊 嗯 就跟 吃果冻一样 配上我这个酒头身材 哇 天啊 不枉我是我们村唯一的一个精致男孩啊 哇 就很酷 做这些肉 味道 虽然也不适合 这个肉 就太酸了 因为这些是很酸 吃肉不吃蒜了 香味少一半 今天咱们这猪蹄啊 已经烂得没形状了 失去了它本来的模样 这猪蹄 还特别烫 稍微来点啊 这是猪蹄的皮 慢慢的咬咽蛋白 满满的咬咽蛋白 一场之Q弹 还剩一点米饭 咱们来点这个豆腐 和西红柿纯蛋 外卖点了个面啊 这我们这儿比较火的一个牌子 油油油 这是这个是牛肉面 我靠赶上邻居 装修了 这尴尬 这边还有一块这个小野菜 我们这儿叫苦菜 就这么小粒的牛肉 这么小粒的牛肉 就跟我眼睛一样小的牛肉 龙龟才给了两块 自己炸的油辣椒 然后来点醋 齐活了 其实他们家的量 给的还是行 还算OK 吃面也得配上我的酸黄瓜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我们邻居又开始装修了 我今天的视频结尾啊 又要伴随着美妙的交响乐 开始了 去完成自己的吃饭旅程了 就在这边吃的 硯定的 所以你看 ejemplo 那就是味道 拿到鸡肉 就像在鸡肉 鸡肉 就是吸着 中文字幕 杏鲜